字幕提供 籌碼動足先機 動能掌握即興 大家好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 籌碼動能大呼籠盤的盤後解版視頻 我們這樣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下跌32點 OTC跌0.03點 那同朋友我們一樣看OTC的 因為就大盤的部分 其實大盤跟什麼 大盤是外資跟光股控盤對不對 那外資其實跟美股的表現 其實比較有關係 那現在呢 現在昨天美股基本上是下跌的 那下跌原因就是15號 就是15號的部分 到底有沒有辦法中美簽出協議 有沒有辦法簽出協議 不知道不知道啦 搞不好簽不出來 那簽不出來 搞不好簽不出來 其實就回到原點 也不會怎麼樣 因為如果說你就這個歐利西來看的話 其實歐利西今天雖然說小跌一點點 但是那個格局是沒有壞的 一樣是高檔震盪準備過高的格局 那大盤大盤可能就是明後天 甚至說應該是怎麼講 到禮拜五都是晃來晃去啦 晃來晃去啦 甚至於可能會壓回一點點 為什麼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旗子 今天旗子外資的那個多空進而減的 8466 現在是43270的未平昌那個多單 同樣還是一樣比開上次還多 開上次是40968對不對 還是比他多 但是呢 但是今天大減 那大減就代表什麼 大減 當然看這個地方不太會漲嘛 為什麼 同樣就是15號的部分 就是中美貿易協議的部分 到底能不能簽得出來 那是 禮拜天的事嘛 禮拜天的事 沒人知道 沒人知道的話 股票市場其實就怕什麼 股票市場其實怕的就不確定 就是不確定啦 如果簽了 基本上我認為還是會有慶祝行情 甚至會有遠遠行情 如果沒簽呢 沒簽大盤可能就不會動 但是呢 但是這個一樣會動 ODC ODC我認為一樣會表態 好不好 好那一樣我們看一下個股 大盤講完看一下個股 頭信電監整理一下 頭信電監整理一下 我認為也很正常 為什麼 準備過高錢的整理嘛 準備過高錢 整理一下 我認為是沒什麼啦 然後這是之前跟大家提的 在這個月 就是12月 12月 頭信要作帳嘛 頭信有可能作帳的啊 這我們上禮拜跟大家提的 頭信成本現在這邊嘛 頂住就彈上去嘛 那今天大盤 老是大盤好鳥啊 不好意思 他是紅K棒好不好 他是漲的 他是漲的 所以呢 所以 所以就是有機會作帳嘛 有機會作帳就不用理他 好不好 然後這禮拜四我們跟大家報告的 好朋友 我們有進有出對不對 我們出了 出了中美金嘛 出了世界嘛 然後買新的嘛 買新的 我相信昨天你看了我的那個索馬視頻 你應該知道 這是什麼了吧 好朋友 你還不知道這是什麼嗎 不會吧 你應該知道了吧 對 禮拜四跟大家報告 禮拜五 禮拜五繼續追蹤 對不對 繼續加碼嘛 繼續加碼 往上衝嘛 昨天長這個樣子 對 然後呢 今天開盤我們有先獲利一半 我忘記了 六三忘記 七七五以上 我們現在獲利減碼 半速持股 再來9.09分 有沒有 這一定出的掉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 不知道這個 好像不知道幾點的時候 我忘了幾點 反正就是有跑到 跑到平盤上 就跑到平盤上 所以一定出的掉嘛 對不對 平盤是78 781嘛 所以跑到784 什麼就一定穿價成交了 所以一定出的掉 好不好 收盤收 收這邊 有沒有我沒有看外套 基本面的部分 我沒有看外套 雖然說今天公布一個 不是說很漂亮營收 誰來跟你看十一月營收啊 這股票十二月才動對不對 他是不是十二月才動 他在走十二月的題材啦 他不是在走十一月的啦 十一月已經過去了啦 十二月它有新的故事啦 所以我買的是十二月的部分啦 那買的是十二月的部分 我出的理由 一個比較大的理由啦 你看他的籌碼 昨天買超第一名是誰 某某證券公司的板橋分公司嘛 那間公司的某個同業 就專門在那邊做短線的嘛 不好好待會員 整天在那邊搞自己的股票 我看到看到看到他 我在對一下今天早上 電視打開啊 開始放鬆 我就知道他要出啦 他要出什麼 你跳進來他就要出給你了啦 所以呢 所以我就壓他的價格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沒有希望他很好吃睡 就是這樣 好不好 有沒有 做分禮師就是要好好帶學員 沒有錯嘛 對不對 帶的好 帶的不好那是一回事 但是就是好好帶 還是真的能力不夠 能力不夠 我也可以幫忙嘛 對不對 但是呢 但是如果說你純心就是 我就是要搞自己的 你們輸贏 我插你去死 如果是真的部分的話 有沒有 我是比較不喜歡這種人 所以呢 所以 當我看到昨天他買這麼多 電視打開 還在告訴我 就知道他 我就是他的 所以呢 所以早上先出一下 先出一下嘛 不然 不然 不然給他出啊 那給他出嗎 但是我出嘛 壓下來我再買回來嘛 就這樣子 好不好 當然有沒有 出了 這個我們還是有做動作 做什麼動作 是我們今天買的 這根 這個 藍色的圈起來就是 我們買的部分 就我們買在這邊 買在這一根 買這支K線 買完怎麼樣 買完就推上去了 推上去 收盤收最高 大盤 大盤好像不怎麼樣對不對 收盤收最高耶 好像快過高點耶 不是在去美化嗎 不是在去美化嗎 中國現在去美化嘛 MAN30打開 已經沒有美國零件了嘛 接下來他的中國信量自主 中國信就是什麼 他的CPU自主嘛 驅動IC 什麼西洋骨頭IC 什麼螢幕顯示IC 有的沒有人想到 什麼電源關的IC 想到的都是什麼 他都自己搞了 那自己搞 當然他的技術沒有那麼好 所以呢 所以他會需要台灣的一些公司幫忙 比如說像四星 四星監視創新高 有沒有 禮拜四的直播 上禮拜四直播 你有沒有看 我們給你暗示的很清楚 你的創意到底換四星了沒有 換了嗎 去我職好不好 股票套牢就是想辦法讓他解套 不要一直抱著一條破掉的船 抱著一直跟他沉下去 趕快換一條船比較快 好不好 我上禮拜四星講了 有沒有 上禮拜四的直播在網路上 你都可以看得到 我已經講得夠明了 你有沒有創意 你自己換到四星就對了 你自己換過去 換過去 答案今天 告訴你了 好不好 中國要自己搞自己的那個中國星 創意就是接美國單 所以中國這邊 不太想跟他做太大的配合 所以單子往那邊送 往四星送 今天四星已經 股價已經正是什麼 超越創意了嘛 不是嗎 所以不要說 老師你都沒救我 對 問股票 你都沒幫助我 告訴你啦 但是 當然 我好像也沒看到那個 賴賴賴賴賴賴賴 也沒看到什麼人感謝我 都是這樣嘛 少都這樣子嘛 賺錢都頂著 還是了解 老師我看你的節目 你害的 都沒什麼 對不對 都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也不用感謝我啦 賺到錢好不好 賺到錢 年關快到了 做點不思 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好不好 好 也就是說什麼 反正就是 沒有 今天大盤 正來正去 買的一樣這樣子 對 買的一樣 寒一些就上去了 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 不知道怎麼做的 就跟上腳步了 方法都一樣啦 好不好 這是我們 從 在最近一直跟大家提的方法 頭寶其實 竹帆不及被宰 竹帆不及被宰 一大堆 哇 如果是你的 很好對不對 如果是你的 該有多好 還是一樣啦 有操作方法 就有獲獵 就有下一支 我們的心法就是 跟著大物走 財富一定有 有沒有 我們做個結論啦 蘇哈 這個地方中美貿易協議 當然它是一個 不確定因素 沒人知道會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所以呢 所以外資當然也不知道 我知道 外資一定知道嘛 對不對 那外資 不知道 外資不知道 所以呢 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就是幹嘛 期貨先賣 期貨先賣的話 指數這個地方 可能是先入觀望 先入整理 那先入觀望先進整理 那頭背喔 大盤是外資跟官網控盤 內支 內支控的是什麼 內支控的是OTC OTC目前是還沒壞 而且我怎麼有些股票 基本上怎麼樣 基本上今天不太受 整個牌子影響 甚至於呢 甚至有些股票壓回來 是要買的 你不知道怎麼買的 歡迎跟他腳步 一起來賺錢 才適應道理 我今天會給大家分享到這邊 最佳沒有聯繁板 如果說你有任何持股問題的話 一樣歡迎聯繁板 可以跟我們做聯繫 因為要交易QR Code 還不是我們LINE生物圈的 你可以搜尋一下QR Code 加入我們LINE生物圈 在裡面 不定時利用操作上有用的資訊 今天會各位分享到這裡 討碼動足先機動能掌 我是賢柱 在這邊操作順利 明天見 拜拜